这个开始的课论 我们在天上的复生就是帮助我们学习这个世界历史 祝福你怜悯我在学术方面的不足 让我讲话清楚 缓慢,让同学们听清楚 因为如果普通话不是很纯正的话 教授我说话的速度很快 听起来就很累 求祝你祝福各位同学上课的时候能够安静的听到 能够及时的如果没事的时候把花团给关掉 而不至于搅扰课堂 天佛求祝带领佛光主 祷告封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大家没事把花团关一下 那我们继续上一首英国子的殖民和美国的建立 我们稍微复习一下 英伦三岛为什么成为日国帝国 它真是有什么苦和幸福 我们通过复习的内容讲了一下 回顾了英国从凯特人到罗马帝国的征服 基督教的传入英国 还有英国被维京人侵略 被罗马帝国人中复 这认为过来的过程当中 罗马人带来了法治 带来了罗马的文明 罗马帝国人带来了宪政 当然这宪政也不是个轻轻生生的一句话 就搞定了一起一落的 英国产生的议会政治 这真正英国并不是一个很富有的地方 它连农业经济都比较落后 所以它要搞商业 它如果没有商业的话 它生活更加的艰难 这是英国的历史背景 跟我们国家不一样 然后我们又学习了英国的宪政的过程当中 设计到一个宗教自由的 因为我们要是 英国有无神论 基督教有这么多宗派 有无神论 甚至反基督教的人 他们为什么能够统一成一个应激的民主 它为什么形成一个民主 大家为什么能够团结在一起 是什么样的力量 或什么样的方式 让他们团结 让他们和平共处 老师 我感觉是不是因为你之前上方说到说 他们先是某个国家的人后是宗教的信徒 这个是讲过那个 宗教改革或者宗教战争的时候 前面讲过了 我们先是讲英国 对 没错 这个是宗教在民族主义 叫民族爱国的基础上面产生的 不管你是天主教徒 还是圣国会的 至少你是英国人 我们爱相同的这个主义 那么这个就构成了一个宗 前面我们也讲过 什么国家民族的产生 那个宗教战争等等 最后就是把天国的身份和那个 天国的身份和地上的身份是重要的 如果天国的身份重要的继续打仗 对不对 那只要把地上的身份排在地前面 其中设置了一个宗教自由的问题 我们今天呢 我真的只有被剿亡 甚至在课堂上面被干扰了 其实我应该把这个东西没办法了 这个生活当中 美国人他有一些艰难的地方提议 那这个复习的我们就跳过去吧 不再重复讲了 英国产生就是百年战争 还经历了很多苦难 或者说大英帝国 一夜之间就一个大英帝国 你不开玩笑嘛 对不对 那我们有些痛苦的事情 基督徒和大试炼 这个宗教自由 我们今天很多人渴望争交自由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争交自由呢 英国前面讲了三四年的战争 你觉得圣工会是觉得正确的 或者说我觉得天主教是觉得正确的 我觉得我是加尔文中 加尔文是觉得正确的 那个改革中 我是路德中的路德是决政局 那咱们有一个什么 这个问题怎么能解决 他只要打来对不对 他只要打来对不对 你讲道理讲得清楚吗 你告诉我 听点讲听点变 变得清楚吗 变不清楚只要打对不对 他只要打对不对 还有这个猎狐行动更重 猎狐行动就是有些巫术 在审判这些有巫术的妇女 多大千万 少这三百万人口 在这个省口 那生活就垂成恐怖状态 他只要垂成恐怖状态 那基督徒就垂成大圣灵 让我们在我们的身份 我们上去讲 是天国的身份第一重要 还是地上的身份第一重要 天国呢 如果你是一个尽情的基督徒 你一个追求公益的 有些人就是吹牛皮 就不会增长 吹牛皮 尤其我们同胞 我们中国人很喜欢吹牛皮 什么难题在中国都不是难题 反正吹过去了 什么叫改清教徒神学 很多本的 我这里有搞清教徒的 什么教育清聪的神学 但你看你找一个经教徒 教会看看在中国 我去寻习 我这套腰帮 我去寻习 我可以吗 没有 就吹牛 这不会有挣扎 这不会有挣扎 对一个吹牛的人 希望吹牛的人不跟人来说 没什么好挣扎 反正吹嘛 不能说 对一个认真的 一板一眼的基督徒来说 这是痛苦 因为你高举基督徒的身份 你高举你自己的信仰和教义 那么怎么呢 只要打仗 只要打仗 那如果你不高举这身份 你把地上的身份放在地狱 请问你还是基督徒 不是 那你左不对 右不对 不左不右 我不会 这县重 宗教自由 给基督徒带来的试炼 就这样的 你爱国还是爱教 你爱国有和平 但是你的信仰要妥协 你爱教会 你爱交易 那你呢 就不怎么爱国了 就会打仗 打仗怎么呢 你会打完了 人格打没了 1618年打到1648年 你现在打得少吗 因为当时欧洲人的信仰很认真 认真就打仗了 还真叫逼迫 这真叫逼迫 就是那我在我天主教教区里头 怎么样呢 我也把基督教给干掉 那我是基督教的教区 就像英国一样的 他就说英国逼迫天主教 不然天主教怎么样呢 住公务员 这么的 认为他这个是个叛国者 凡是天主教徒 给卖国者也没什么趣 就中国人像汉奸一样的 中国人特别讨厌汉奸 日本人那叫狗汉奸 孩子抢 抢老百姓的东西 我中国人很讨厌狗汉奸 对不对 而英国人也讨厌天主教徒 你说天主教徒 他违孤委屈 他本来都不被也是英国人 他只是信了天主教 那你把他当成了孙子 看他也不舒服嘛 对不对 那基督教国家 比如天主教不舒服 天主教国家也杀害基督教徒 就这样的 就整个欧洲常常反感 还有 这个呢 这真叫逼迫 这是猎物行动 猎物行动 我给大家讲了吗 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的猎物行动讲了吧 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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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猎物行动 这个抗议的大 这个抗议大 什么时候呢 这是最近的 前两 前几年的 德国 还有一个 一对老师 他的主 主备是个女屋 女屋 有个女屋之家的一个建筑物 他们还在上属 这种关系 这个烧女屋 大家看到吗 他们认为这女屋 是干坏事 就把她弄死 是不是有女屋猎人 对 女屋猎人其实是宗教人士 教国里的人去猎 去抓女屋 抓女屋 抓来了 如果不悔改 就烧死了 一个月多少人烧死了 整个欧洲有三百万人收了钱 整个欧洲 这时候有三百万人收了手 其中有三万五千到五千 三万五千人到五万人就被处决 这发生什么 欧洲人口 也就 那个时候也就整个欧洲人口 也大概七七万人了 那怎么说呢 有二十分之一的人和我 二十分之一的人就受到了猪脸 而且这猪脸还是个人 他生活很恐怖 你知道 你一天到晚警察开着警车到你们家 穿来穿去 就算不抓你 你舒服吗 你想想看 我这二十一岁的中国 警车进到那里 对 我到你们家附近怎么穿来 你知道也就是今天 还有人觉得我祖宗还没替我申冤 当年我的先祖 就当真女物被说了什么 这里在上书 在德国上书 我是前上一个礼拜在网上 还有这种事情 我就把它拉过来给大家 然后这个启蒙主义 到了十八十世纪 这个没有讲吧 有的时候一直重复 我不想重复这讲一节东西 我们讲启蒙运动 我给大家讲过 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有什么不一样的 文艺复兴发生在十四世纪到十六 就两百年之间 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 甚至教皇也参与其中 人们的生活 原来是关心的是永生 现在关心的是精神 原来是琵琶 人的罪恶 现在赞美人的三年 就这么一种运动 叫人物主运动 在各种文艺学艺术里头 我们前面讲过 那么启蒙运动呢 启蒙运动就是甩掉了基督教 这个文艺复兴 继续文艺复兴 它发生在十七十世纪到十八十世纪之间 是吧 这以色列也有两百年 十七十世纪到十八十世纪 一方面甩掉基督教 就是用人的理性代替上帝的启示 也就是说把基督教撇在一边 有个叫做摩尔定律吧 就是说法不凡之一切都 我们研究数学就是人物数学 跟上帝没有关系 我研究物理学就是研究物理学 原来像牛洞他们研究物理学 他是荣耀上帝嘛 我现在就喜欢对物理学感觉 跟上帝也没关系 我研究生物学就研究生物学 跟上帝没有关系 就把上帝从整个知识体系里头赶走了 有一句名言 我不知道听说过 尼采我上回讲过 尼采有一句名言叫什么 上帝死了 上帝死了 尼采为什么讲这句话 就是说把上帝把基督教 从所有知识体系里头赶出来 就这个意思 人们不理会上帝的存在 有些人说尼采是很愚昧 尼采是很愚昧 但是我们比他聪明 我们学的物理学数学历史学 跟上帝有什么关系 没有对不对 我为什么开这个课程 因为你在别人那里学的历史课 跟上帝没有什么关系 那我是重新在历史学领域里头 尊上帝伟大 是吗 我是传承改革中的教育 别的教育是胡扯 就是胡贵诺派 他们从上帝的视角研究人类历史 那我是重新传承他们的教育 然后从字面上讲 就是中世纪基督教是一种愚昧的东西 是吗 基督教是一种愚昧的东西 那我们要把基督教赶走 我们成为人权 提倡自由平等不爱 基督是爱零售 爱零售怎么样 我们是爱全人类 是吗 基督家 基督的 信耶稣才能得永生 我们是人人平等的 都是不爱的平等的 我们的自由是自己 不是基督里的自由 我们的自由 我们的欲望是美好 我们的追求是美好 我们要见证人间天国 我们要提倡这种自由 这种社会自由 是吧 社会自由是不需要认证悔改的教育 都要自己自由 你看今天很多的基督教徒 尤其是文化基督徒 他们社会上面的追求 中国要自由 他没有认证悔改怎么自由 我问他 你看很多人 他虽然说是信耶稣的 要自由 中国要自由 请问中国人不悔改哪里来的自由 你见过那些吸毒的人吗 他有自由吗 你把他拿到美国 现在美国那些吸毒都有自由吗 那些酗酒都有自由吗 美国总统小博士 他们夜深组之前 做这个酒鬼 出彩祸 在这闹事 后来是信耶稣把神经都在两边 把酒给借了 你不在基督里哪里来的自由 但是今天说 我们某种追求的社会自由 社会平等 社会博爱 是不需要赎罪的自由 平等的神人生而平 不需要救恩等 博爱呢 也不需要基督定死之家 就能产生爱 我们就是博爱的 很多人就追求这种东西 然后以政治自由对抗专政暴政 专政暴政 专政暴政 就是比如法国的 以信仰自由对抗 神教逼迫 以真正的对人类自身的幸福的追求 他们也有信仰 这叫他追求人类的真机幸福 就是我的追求 我自己个人的权利 人类的幸福 就是我的信仰 摧毁天主教 我当时主要是天主教 基督教的比较边缘状态 天赋人权 反对军权省寿 人能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 反对贵族和等级 从而进了一个新的政权 这样子产生了法国大革命 1789年 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直接就影响了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我们的邓小平同志周恩来 都是在法国留学的 间接的吧 其实最有名的一个人物 给大家分享一下 在启蒙运动当中 为了帮助大家认识启蒙运动 我正点分享叫福尔泰 福尔泰不是他本来的名字 他是法国的公共知识分子 比名叫福尔泰 法语名叫弗兰克 是玛丽德罗特 他是法兰西思想之王 相当于中国的胡适 或者是加鲁迅这么一个人 法兰西最优秀的诗人 是欧洲人的良心 欧洲人的良心不是基督徒 而是一个反基督徒的人 他主张开明的君主专制 强调自由和平等 人生而是自由的 不需要基督的救恩就能够自由 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他写了个哲学通信 路易斯四世的老师 他这个人很聪明 很会读书 在高中的时期 他掌握了拉丁语和希腊语 更通晓了意大利西班牙语和英语 他很喜欢写文章 而且写文章的时候他很幽默 像鲁迅一样的很幽默 能够以笑脸来生活一起 他披露了欧洲 特别是法国宫廷的淫乱生活 因为言论的原因 他被关在监狱里 他关了11个月 然后他也写了剧本 因为福尔泰的笔名 就是披露社会黑暗 后来他又坐牢一年 最后来被赶出流亡的英国 他回国的时候有人问他 你身上有没有带什么走势的东西 一手上没有什么走势的东西 但是我最大的走势的东西在这里 这是他脑袋 我最多的走势的东西在我的脑子里 他一辈子最大 除了批判 批判世贵腐败以外 他还有一个乐趣的嘲笑天主教 嘲笑圣经 他办了一个工作 所以圣经在100年以后 就放到博物馆去 他很喜欢牛洞的书 他把牛洞的英语 那个物理学的知识 介绍到了法国 你看他样子他很幽默的 你看他平时在 虽然他坐过两次牢 但是他还是个笑秘密的人 就大家很喜欢他 法国人很喜欢他 他除了嘲笑基督教以外 他也嘲笑那个尼斯兰教 他在中国有很多的 富尔泰很喜欢夸奖中国 他这里没有 我给大家讲故事 富尔泰他描写 法国的传教士来到中国 趁他的口袋里 拿出一句带眼尿少尉的一张纸 就是富尔丹和圣经之卷 他在尿少尉 拿出一个中国皇帝来念他的经文 所以知道中国皇帝 中国成长能够饱都实属 他们是东方优雅之国 不屑于你这种尿少尉的宣传 他描写那个传教士的丑陋 漫画刻画他不刻 当然中国也没有富尔泰说 富尔泰说讲得那么好 但是富尔泰也好 还有他的同工迪德罗 卢书 莱奔尼兹这些欧洲人 因为他以前读的中国的书 是那个《马可波罗旅行记》 还有一些中国天主教的传教士传播去的 把中国说得怎么样 很美 很好 那么他在富尔泰的文学作品里 他来对比欧洲的真世界 中国是一个受过很好的教育的 尤雅的国度 那么希望欧洲是黑暗的 教室之类的国家 然后是贵族之类的 这样子他很多讽刺 讽刺天主教 讽刺基督教的这种作品 在欧洲 他是欧洲人的良心 他确实也 我也经历了很多公共知识分子 比如福尔泰这有名的一句言言 我不赞成你的话 但是我捍卫你有说话的权利 听懂这句话没有 虽然我不赞成你所讲的话 但是我捍卫你 或者是我有生命来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听懂这句话没有 这著名的言论自由的一句名言 什么叫言论自由 什么叫宗教自由 就是说我不赞成你 但是我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我用生命来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这叫人人平等 人人自由 这是福尔泰的一句名言 今天很多基督徒 很多中国人都知道这句话 福尔泰83世的时候回到了巴黎 所有人民都欢迎 他临死的时候 这是他现在法国有个圣仙馆 我没去过 就是他埋在法国巴黎 在光彩有一半在教堂外 他相信有上帝 但是这个上帝不是基督教的上帝 是一个像一个宗比尔将一样的话 他创造了全人来跑 这个宗闹自己在撞 这叫自然神怒 他是这么一种人 放在先贤词 他现在放在先贤词里头 如果你去法国巴黎去旅游 你还可以看到福尔泰的灵鹫 那个光幕 好 你觉得合适吗 福尔泰反对君主制度 提倡自然神怒 他批判天主教会 也批判提这些 就算人人生而评论 法律面前评论 还是什么言论自由 I don't agree with a word that you said 你讲的一句话 你每一个字我都不同意你 但是我用我的生命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英语这是这么翻译的 法语我看不懂 但是现在有人考证 说福尔泰没讲这句话 是传记作家把他的话归纳出来 这也搞不清楚了 我也没办法确认 因为我最近收集维基百科的时候 他说这句话不是福尔泰自己本身讲的 是别人把他的话归纳出来的 他福尔泰非常推崇中国文化 推崇中国的道德影响 没来过到中国 就是美化中国 你觉得合适吗 对天主教福尔泰把天主教教皇 你这两脚的禽兽 传教是文明的恶棍 天主教是一些人狡化不自 最可耻的骗了的罗瓦 虽然我也不喜欢天主教 但我没觉得想他说的这么坏 然后他批判神圣罗马帝国 他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非帝国 这句话被英语 美国军人说美国的粮食既非食品也非县城 更不能吃 套他的话套也过来 就是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要带来的另外一个 我前面给大家讲过 欧洲人的分言 就是说启蒙运动 文艺复兴启蒙运动 和那个基督教的宗教改革 有什么相同点的 就是大家都重视科学 加尔文在日内瓦学院是个物理学系 那么福尔泰把牛顿的力学 从英国介绍到法国去 这是他们的相同 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 欧洲人都热情的开始科学研究 包括爱德华兹他们本身就是大学教授 大学校长 他是牧师也是大学校长 今天哪个牧师能做大学校长 那个年代他就这样子 宗教自由对基督徒的大试炼 这是个很大的试炼 因为你左不对 右不对 不左不右你不会 好 看好的地方 通过宗教宪政和宗教自由 带来什么好处呢 警察不再衝击教会了 对不对 警察变成了基督徒的保护者 你打110 警察就保护你 你看看 中国看到警察怎么样呢 基督徒跟警察来了就紧张对不对 你们教会看到警察来了紧不紧张 你看警察来了紧不紧张 有点紧张对不对 然后那你问话 那就找你谈话 找你爸爸回去谈话 你看你紧不紧张 有点紧张 那么在美国呢 在英国呢 警察都是保护你 你别人看到警察 你别人害怕 你别人紧张 对不对 然后呢 其他宗教也不会逼迫你 圣公会呢 不再逼迫天主教了 天主教呢 也不再逼迫圣公会了 改革中呢 也不再逼迫了 刚刚什么 刚刚兄弟会了 兄弟会呢 也可以安安稳稳的过日子 各宗派委员的 大家呢 所有的宗教呢 就和平共处了 所有的公众人物呢 媒体呢 成为社会影响势力 大家都读一样的报纸 看一样的新闻 你信什么教 什么宗派 是你个人的事情 是你家庭的事情 整个社会呢 国员宗教 和平共处 穆斯林 你只不要搞恐怖事件 你来到加拿大 你照样做过生活 中国的佛教徒 儒教徒 你来到美国 照样过日子 你从台湾来的 从日本来的 从德国来的 那个路德宗的 都在美国来 大家和平共处 咱们之间 如果有什么交流的话 就是文明的对话 对吧 文明的对话 是你有哈佛大学 教授亨廷洞先生提出来的 各大宗教之间 伊斯兰教佛教道教什么教 那我们要怎么和平共处呢 这些文明的对话 彼此欣赏彼此交流 求同成义 对不对 比如说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有没有相同的呢 大家重视家庭 对不对 我们都属于亚伯拉罕的政教 对吧 前些日子美国特朗普 帮助以色列跟沙特阿拉伯 签约就采用文明对话的方式 你们彼此不必要一样 但是可以求同成义 对吧 你们都是相信 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对吧 为什么不能够 建立一个亚伯拉罕的合约呢 真搞成功了 以色列跟斯法特阿拉伯呢 地界友好的关系 是不是好事 你们说是不是好事 是不是好事 当然是好事吧 你打仗有什么 打仗有什么 我伊斯兰教的阿洪 我们也邀请你在基督教教堂里头 聊聊天 我们谈谈 我也不要 我也不跟你宣教 但是我们求同成义 和尚呢 到了金灵神学院 去交流一下 和金灵神学院的人呢 在那个佛学院里头去交流一下 彼此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反对男女 基督徒和佛教徒 有什么相同的呢 都反对男女接引 对不对 那我们就在这个方面呢 有合作 我们的支持呢 一夫一妻 简单的 不要外面统奸 捍卫家庭价值观 这是相同的 这就是宗教自由 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好处 下面讲不好的地方 基督徒有没有反对 真教自由啊 干嘛反对了 对不对 但是你知不知是真教自由呢 看下面的啊 那么你基督教 第一你的神 只是夺神的旨意 佛教的神也是神 台湾那些庙域里头 对耶稣也很客气啊 光影像 如来像 耶稣的像 耶稣的像一起摆在一起 好不好 好不好 你反对宗教自由吗 你想打仗吗 人家尊敬你的耶稣 圣经里头有个故事 那个菲利斯人呢 把耶和华的那个约会 抬在什么大国庙里去 耶和华是不是很开心啊 那大国庙 耶和华直接让大国庙的那个神像 老的神像 但是在宗教自由的社会里头 上帝耶和华神 只是多神之一 基督教呢 也不过是宗教 所有宗教之一 比如说那个 玛格里特 那个人类学家 玛格里特 就是西方心理学 和人类学之母 叫做米德玛格里特 MEDDE 叫Megret 英语这么说的 他小时候是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 后来他写文章 基督教呢 只是所有宗教之一 所有宗教之一 你信你的教 他信他的教 所有的教徒 以律平等 那这个时候 你还有宗教的热情 都跟你一样的 你信你的教 我信我的教 你给我宗教师干什么 尤其是叫那个 罗马天主教认为 在异教社会里头 不靠耶稣基督 他们也能得救 基督教有个很伟大的宗教士 伟大的引号 叫做叫什么名字 我把你卡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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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卡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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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工程末世 叫做 叫做 葛佩里带着吗 葛佩里 葛佩里认为 什么 人进天堂 一定要是耶稣吗 不一定 在异教社会里头 一样的 他们有隐秘得救的方式 可以 不再唯独基督 不再唯独圣经 不再唯独恩典 不再唯独上帝 是吧 就五个唯独就没有了 因为宗教自由了 还可以卡住了 然后 那么你在世界上面呢 你信什么 就是你个人的事情 你要到公立学校去念书 你要追求幸福 要追求快乐 Happy yourself Believe yourself 你要相信自己 你一定会成功的 I come I come Just do it 也许很多的广告词 生命的圣洁不重要 在美国有一个叫 讲什么文的一个女士 她在哈佛大学 别来证换 高中生嘛 不结婚的时候 可以跟别的女孩子同居 只要不怀孕就行 在国内在北京中的演讲 你们听过没有 还没关系的 因为也难受 你反正没有机会结婚嘛 你可以选择给女朋友同居嘛 但是要有负责任 不要怀孕啊什么的 就是圣洁不圣洁不重要啦 是你们这些老顽固 这些宗教极大分子 还是追求圣洁 在教会里头 公立学校就不能够敬拜你以后 既然各个宗教各能平等 为什么 允许你基督徒在教会 在公立学校里头祷告呢 对不对呢 不对啊 这是违背我们国家宪法的 我们国家宪法是宗教自由啊 你们教会的人怎么在公立学校 祷告呢 敬拜呢 你破坏了我们的宪法 所以说 美国的公立学校 中国的公立学校 都是用无神弄的教育 或者是要不可知的 你爱什么神就什么神 随便你 然后呢 搞的是精华能语教育 就这样的嘛 尊教自由了嘛 我不能搞基督教育 我也不能搞伊斯兰教教育啊 对不对 我也不能搞佛教教育啊 所以搞无神论的教育 或者是不可知论的教育 因为教徒也是这样的嘛 教徒的时候 在追求的幸福和快乐来 不是追求圣洁了嘛 那么教会呢 就别演化了 教会呢 就别演化 就是搞的什么东西呢 就是有灾难的时候呢 你们教会呢 就分析的钱 搞跟那灾区里面呢 分析的备子 备单 鞋子 袜子 粮食 蔬菜 水果 你看美国的教会啊 教堂面前就摆什么东西啊 水果啊 一些东西啊 免费的粮食 教会你就干这些事情了 你就负责一些道德啊 慈善的工作啊 你就认为去干啊 然后呢 教导家庭啊 夫妻怎样彼此相爱啊 哎呀 我看到一个印度的那个 一个基督徒啊 在深圳这样 MOTHER LOVE YOU FATHER FATHER LOVE YOU MOTHER 这个东西 然后呢 必须真正少数人的权利 我们国家是全体人民的国家 对不对 所以乱搞变态啊 就是男同性恋 女同性恋 或者说双性恋 还有叫做乱搞变态 LGBTQ啊等等 还有其他的异类啊 是平等的 你不能够歧视伊斯兰教啊 你基督教以前 在宗教改革的时候 伊斯兰教是异端 那现在改回来呢 是另外一个宗教 我前来跟海外一个弟兄姐妹啊 我们在一个群里聊天 那伊斯兰教是异教啊 你干嘛这么理他 你查一下马基努读 你查一下加尔 谁把伊斯兰教当成异教 都是异端 因为他承认 他是亚伯拉罕的宗教 但是他反对圣经 又传给圣经 当然是异端嘛 他不相信 你读下约翰一书啊 凡不认神儿子的 就是什么 就是敌基督啊 伊斯兰教 认耶稣 但是只能让他是贤子 不认为他是神 那就是什么的 敌基督的嘛 对吧 既然 人人评论 正是少数人的权利 就去宪政 宗教自由 那么黑人的考试 要给你优待 对不对 黑人的福利 黑命贵啊 人的性别自由啊 那你不能够按照你的圣经 教导来教导美国人嘛 你在家里去信 你的教就行了嘛 还有个美国的基督徒跟我说 你搞什么基督教教教育 你教你在你家里去教教教育 你这个公文场合里 都讲这些东西干什么 我感觉都好熟悉 他跟我们警察跟我讲话 一样了 警察找我谈话也是这样的 我跟美国基督徒讲话 我跟我警察找我谈话很相同 你搞基督教教教育干什么 你搞个家里信就行了嘛 你带你的孩子信就行了 教育是教育 讲历史 我去专门教历史的 会解决什么关系 这怎么一路获射 敌基督 一路获射的东西 然后呢 所有道德想你 你喜欢一夫一妻 我就喜欢一妻两夫 可不可以 我不结婚 国家反对 算了 我一个女人 我找两个老公 对不对 我星期一一个老公 星期二一个老公 我一个男人 我这婚姻 哎呀讨厌 太多责任了 我今天想 我喜欢跟哪个女的在一起 就跟哪个人在一起 我不结婚 最早做实验的是 法国哲学家萨特 和他的妻子 波夫 他们不结婚 那么你想玩你的 我玩我的 有钱一起花也可以 分开花也可以 你请客请 反正父母约束 大家都很开心 对不对 没有家庭的约束 所以法国没有什么人口 法国几乎被德国给灭了 家庭没有了 家庭就消亡了 那么什么人 这些社会地位呢 世界首富啊 平纪啊 富不是财富榜上面的啊 消费水平决定了你的社会地位 你的社会地位不是 你是不是末世 你都读圣经读属的 谁关系你是不是 你的宗教是你的事情 那你的出门 你开什么车 啊 住什么房子啊 你什么消费的 你的孩子 多是什么学校 是长青城学校 是重点学校是一本 还是二本啊 还是个不入流的社区学校 你个人的成就 觉得你的社会失望 你觉得什么成就 马斯洛就是晶体的宗教 人首先解决温饱生存的问题 就是温饱问题 然后解决生理的问题 蓝宇的需要 然后解决社会安全需要 然后人际关系的需要 然后自我实现 五大需要 五大追求 你有自我实现没有 马斯洛 马克斯 马斯克 马斯克像这种人 就是这个时候的英雄 毕业盖茨啊 对不对 好莱坞明星啊 这就是人们追逐的对象 不是 莫斯 谁在乎加尔文啊 谁在乎马迪诺德 他们不算什么 没人理会这些人 我们理会的是好莱坞的明星 唐玛 汉克斯啊 这么样的周永发啊 成龙啊 李林杰啊 啊 马列联盟路啊 就这些人 他们成为社会名望啊 去的社会什么的 个人享受 你可以随便你去享受 来你关系随便吃喝拿上 只要你不妨碍别人就行 1980年美国就废掉了十条诫命 今天绝大部分基督教教会 国在堂十条诫命有什么意义和价值 只是呢 他福音的时候证明 你通过实践 就路德正教会背景的证明还有 有罪 你为什么有罪啊 根据十条诫命给你定罪 然后呢 你信耶稣罪就没有了 整个西方教会 包括大部分中国城市教会 都 我用我们中国的教会 是美国教会的一个字 那么请问真教自由好还是不好 你说得清楚 不好的时候 你希望检查冲击你教会吗 你希望伊斯兰教逼迫你吗 不行啊 那真就这样好不好嘞 你希望看到检查害怕吗 你看你希望隔上岔五的警察到你们家 教会里头找你牧师谈话 甚至把牧师关了一个礼拜 关两三天 关在监狱里 你开心吗 不可能 老师我觉得逼迫不是一件坏事 各位 这个这就是对基督徒的一个大失联 因为你左不对右不对 不左不右咱也不会 这教会的逼迫分为两种 一个是硬刀子 这是我写过文章的 硬刀子就是检查把你教会人赶走 牧师抓过去坐牢 同工抓过去也做过两三年了 才回来还有罚款 孩子被赶来赶去学校 这个是看得见的逼迫 这个不影响我们的信仰 是吗 它会影响你的钱财 影响你居家 你帮个家没有 帮家多痛快 有房子的家庭可能很难体会 我们用租房的 因为屋子六七个人 我们多一点啊 有些没这么多四五个人 家里的谈谈逛逛 又有帮走又去租房子 痛不痛苦 痛苦 但是你相对于下面的 有一次我跟美国纽约 几个弟兄姐妹在聊天 他们三四个人来到广州 那我说你们到我们广州来 有个贵干的那里 他说我们在纽约 我们已经不传福音了 我们的教会都不传福音 都没有热情做这些事工作了 他说我们在整个的感受感受 跟你们学习 你跟我们学习 我说我们的福音都是 身体美白人的船过来的 怎么你们跟我 我们跟你们船上学习才知道 就不容易 我们已经没有热情了 那是十几年前 我认识 没有人生交往 就是见面之交 这叫软刀子 杀人不见血 就是这样一块 那你生活在这种环境里 你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同学们 如果我生活在美国 我该怎么办 我不知道 我一天都没在美国生活过 我生活在法国 或者生活在欧洲 我该怎么办 或者生活在台湾 我怎么办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我在中国 我知道怎么办 警察找我 我知道怎么办 我知道该怎么办 我知道该怎么办 我很懂 因为我幸福这十几年 二十年 我就精神经历这十年 我知道该怎么办 我不知道美国 我不能够为美国的技术 指点一条什么出路 好 那么这经济呢 他们搞成什么样子 看到没有 先生 我愿意用生命来捍卫你表达自己的权利 就是那个弗尔泰的 法国人 好 说得好 我愿意用你的生命捍卫我的观点 就是恐怖主义 伊斯兰教恐怖主义 是基督教宗教自由的一根鞭子 现在基督教社会里 高举的是亨庭顿的思想 文明的尘土 用文明的对话 来解决文明的尘土 有人说中国人叫白左 亨庭顿就这么实行 对吧 在伦东 在2001年的时候 关闭了500个教堂 有423个清证室开庄 这个是有新闻报道的 我特意的 你看那个基督徒的教堂 跟那个英国的 这是2023年 2023年英国有3500多座清证室 130多个伊斯兰教法院 50多个伊斯兰教法院 有一个城市 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 七个城市的人 市长已经是穆斯林的 一个教堂里头 老教堂能够有20个人聚会 都已经不错了 而且都是平均年龄 65岁以上 英国的基督徒年龄 平均65岁 英国的穆斯林平均 现在25岁以下 就后面我们再讲 我们先休息一下 先休息一下 我们再讲大英帝国的崛起 这个是后话了 这个宗教自由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知道在中国应该怎么生活 但是我还是 我不知道美国的基督徒 应该怎么生活 我在海外 我不知道 那是美国的人的事情 我不能该为他们指手话讲 好 我们休息一下 9点248了 9点248 作词。 词曲 李宗盛 宙监制 遮蔽我们 当若我们忘了神的灵火 将别神聚舍 神岂不见差 这是马鹰为他 晓得仍心里的隐蔽 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 仍看我们路将在的雅 主啊 求你随心为何尽随呢 为何尽随呢 求你兴起 不要永远丢起我们 你为何延遍 不顾我们所造的苦难 和所受的欺压 我们的姓名赋予成土 我们的独服尽贴地面 求你一起来帮助我们 凭你的慈爱救赎我们 神啊 求你怜悯我 因为人要把我囤了 你曾骄傲 攻击我的人生多 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 我依靠神 我要赞美他的话 我依靠神 必不惧怕 血气之悲能把我怎么样 他梦中日颠倒我的话 他们一切的心思 他们一切的心思都是要害我 他们举及埋伏 归趟我的教宠 等候要害我的命 他们岂能因罪念逃脱吗 神啊 求你在路中 始终命堕落 我几次流离你都记住 求你把我眼泪 装在你的皮带里 这不等记在你侧子上吗 我呼求的日子 我的愁力都要转身退后 神帮助我 这是我所知道的 我依靠神 我要赞美他的话 我依靠耶和华 我要赞美他的话 我依靠神 我依靠神 比不惧怕 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神啊 我想你所需的人在我身上 我要将写起来 我要将写写写给你 因为你救我的命 脱离死亡 你岂不是救护我 我的脚步跌倒 是我在生命关注 心在生命前忙 主啊 你是世代代 做我们的居所 主上 你曾深处 主上 你曾深处 主上 你曾深处 你们是人要归回 在你康来 千年无一国 在你康来 千年无一国 的昨日 犹如夜间的一根 你叫他们 入水中去 他们 入水一角 造成他们 入生长的草 造成花芽生长 往上割下枯杠 我们因你的 默契而消灭 你将我们的罪念 摆在你面前 你将我们的罪念 摆在你面前 你将我们的罪念 摆在你面前 你面前 摆在你面前 摆在你面前 我们经过的日子 都在你正路之下 我们经过的日子 都在你正路之下 我们经过的日子 都在你面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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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 cómo疯悟呢 与我们的奉仇 求你指教我们 怎样输算自己的日子 好找我们 得着智慧的心 过来就已经R16了 刚才给大家看了一幅漫画 这幅漫画是 其实不是我们中国人画的 但是我们中国把它翻译过来 就是说这个宗教自由和宪宗 对基督教陷入在很尴尬的状态里 我们就 这是后面的讲法 这21世纪的历史 我们还是来说大英帝国的崛起 大英帝国的崛起 我们从三个角度来讲 一个是大英帝国它的制度 它为什么能够崛起 它为什么成为人类的领导人 大英帝国 大县长我们讲过 增加改革我们讲 我们今天的主要是讲英国革命 英国的税制 它怎么样对待钱的问题 我们中国历史里头 你觉得很少强调钱的问题 一个人不擅长理财 那就是麻烦这 还有英格兰银行 海外贸易 三角贸易 公益革命 北美殖民地 就是设计美国独立了 北美殖民地就是设计美国独立了 然后它在全世界创造的自己的贸易 它没有边界的底部 然后再想到这会为什么走向衰落 给大家聊一下 英国领土面积最广的时候 是3500万平方公共 比今天的中国 俄罗斯 印度加起来还要大 它大英帝国公益革命的时候 才200万人 200万人 200万人为什么能够崛起来 领导人类呢 占据你3500万平方公民 占据的时候他并不是野蛮的 不像蒙古人一样的话 你不听我的什么呢 我把你全部杀光 他是文明的政府 他到一个地方来帮助别人 比如说像香港一样的 像新加坡一样的 他帮助你来变得富裕 文明 法治 并并有理 你还恨他吗 英国女王 那个伊丽莎白过世了 老太太过世了 英国多少人到香港 多少人到那去纪念他 跟你又不是亲戚 又不是邻居 你纪念他干什么 感谢人家 感谢人家给我们香港带来的法治 带来的文明 带来的富裕 对不对 带来生活的安逸 儿子能好读书 我能买到房子 你托你这个制度的福 所以人家感谢他 不但不恨你还感谢你 而且英语 成为了全世界的官方语言 我前面讲一个土耳其人 我上三个月 上三个月我带小孩子到那个 玩那个蹦蹦草 蹦草的时候我和一个老师 他是土耳其人 他太太是福建人 在深圳这里教书 我说你的英语讲得真好 他说是的 我们国家的官方语言是英语 土耳其的 阿拉伯世界土耳其的官方语言是英语 我以为土耳其就是突厥语 但是 他说我们也讲突厥语 但是也讲英语 所以他在中国做英语老师 他为什么做英语老师 他从小是讲英语的 你看土耳其是这么人 那么从圣经的角度来讲 他什么意思 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一出 这真纪元是上帝的预定 这大英帝国的崛起 是上帝的预定 那上帝预定是干什么事情呢 叫爱神的人得一出 爱神的人得什么一出呢 这国的天国的福音要转变天下 对万民族见证人好目的 我们中国人的福音 基本上是英国人传给我们 美国人在后面加油 到今天为止 我们中国的教会是美国人的影子 虽然他没有领导我们美国的中国教会 但是他通过华人传教士 通过华人莫子 他影响了我们 什么网络来来往往呢 就是有有无意的来往影响 还有美国的那些书啊对不对 什么阿泰亨利 然后马开阿瑟 他们的作品就影响了我们 还有各种各种的研究 像VOS比的研究法 那如果没有英语 你今天让我们多少生过来再学英语 那圣子的心意是什么 让福音传到中国来 不是叫你中国人移民到美国去过日子 当然你去美国移民 我不是说反对这个事情 那神的心意是福音传到中国 全世界都能到美国去了 然后中国不空了 那也不可能吗 那我们复习一下 刚才大英帝国的崛起 他呢 不是一朝一夕的 就是他宪政 通过这个大英帝国的大宪章 把整个英国的政治稳定下来了 他的宗教改革产生了国教圣公会 在宪政制度 这个自打自打错了 以下不是以下 这里打自打错了 这个意义 那么圣公会 天主教长老会 金星会 怎么办的社会上打成和谐 一直就是略对了 那么罗马前面我们也讲过 大英帝国不是一天造出来的 还有基督教的这个龙女 叫道德观念 基督教的道德观念 还有契约观念 这个契约观念带着 基督教因为叫新约 一个旧约 也不是约的 今天我们受那个 重习礼派的影响 中国家庭教会 就是小群教会 没有约的概念 就是我跟你历来约 我说话上书 知道吗 这些契约精神 那基督教宗派里头 有一个宗派 叫重习礼派 又叫莫拉维亚兄弟会 又叫中国的小群教会背景 他们不太正是这个约的精神 我不知道他不是基督教徒 我没这么说 他不正是约的教徒 他人也就是 他不能够形成一个法治 教会他觉得这是律法主义 我圣人怎么感动 我就不知道他就是这样的 在英国历史不是这样子 重习礼派 在教会历史上 没当作一端被对付 在英国受逼迫 在德国受逼迫 在日落瓦也是受逼迫 在天主教国家也是受逼迫的 他们有这种契约精神 那么英国社会 他有这种精神 而且生入骨髓的 基督教的龙女和契约精神 就十条戒命 什么叫基督教龙女 就十条戒命 那个时候还是存在的 不像今天美国废掉了 我们中国也废掉了 基督教的龙女 基督教的契约精神 然后罗马帝国的法治 他为什么愿意搞法治 为什么那个罗马帝人 征服英国人的时候 他带来了宪政 蒙古人征服中国带来什么 带来烤便宜 要不要吃 想不要吃烤便宜 蒙古人他没有文明代表 中国人没有满族人统治中国 他能带来什么 大家知道满清帝国统治中国 两百 两百七十 一六四四到一九一一年 两百七十五年或者两百七十六年 跟汉族人带来什么 带来宪政 带来法治 带来自由市场 没有带来什么沙漆马 好不好吃沙漆马 沙漆马好不好吃 喜不喜欢吃 好吃 这是满族人 满族人 因为他是从东北冷的地方 他把这种食物和捣碎 粘在一起 叫沙漆马 沙漆马是典型的满族人的食物 对吧 他只能带来这东西 但是罗马帝人 终服英国 他带来宪政 因为他是从欧洲把法治传统带到了英国 在原来罗马帝国把欧洲文明带到英国去了 所以罗马帝国的法治精神变成英国人生活的一部分 加上希腊 他们英国人本身也需要经商 希腊的一些学术研究 这雅典学院的学术研究 这样子就构建了英国的制度文明 知道吗 他几下平在一起 他不是说我突然 我一个我是个很聪明的人 我是邱吉尔 我是什么什么人 我是诺克 我就构建了一个什么的 英国怎样文明之路 我在老子里头昨天晚上 我想了一个晚上 怎样是英国强大 我想出来 不是的 没有这个字的 这是大县长的签约 这是英国国家 威斯宁时代大家堂的内景 就复习了一下 这是我们前面讲过了的 讲世界历史的时候 为什么讲希腊讲罗马讲得那么详细 就是这两个文明 它影响今天的美国和英国 历史悠久 我们今天看英国 他跟大家讲英国革命 什么叫英国革命呢 就是解决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还是连着上面的 那个英国的社会 谁是老大 在英国社会谁是老大 谁说话说了算 我们人照着人的本性 都想我说了算 我说了算 那这种呢 是国王说了算呢 还是议会说了算 国王说了算 英国就是专制 英国说了算 英国就实行法政 法治 还记得我讲英国大县长 大国县长来来去去 三百年来来去去 多少年 具体时间我忘记了 来来去去就是说 国王有时候废掉又承担 废掉又承担 这县长他不容易 因为谁想被别人关在笼子里 如果你是国王 你想别人把你关在笼子里 让你的权力关在笼子里 谁想 谁想都想自由自在的 随行所欲 任性 有钱就任性 英国国王肯定有钱了 对不对 都是喜欢过任性的生活 但是有人就不让你任性 所以议会 英国在历史上面不容易 英国革命 就是议会与国王之间的发生撑突 还有基督教 与天主教 把神成 有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打一架 把你脑袋切下来 把神的脑袋 把查理一世的脑袋给切下来 你想当专制君王 好 把你的脑袋割下来 这就是历史 这就是真实的政治斗争 因为没有办法说服你 只能把你脑袋给切下来 这画不是我画的 我在网上下载 这脑袋是英国国王查理一世 这个各脑袋的人是谁吗 是基督徒 清教徒 革命 给大家讲一下 那革命是怎么来的呢 在议会 议会就parliament 议会政治对方 我们转到英国大现场的环境下面 产生了人民代表 就是议会制度 议会制度十一般学 其中有一个议员叫克隆威尔 克隆威尔也是个议员 他是来自于英国的 他呢 不过他跟别的议员不一样 他是个很务实的人 他受过清教主义的影响 就是改革中国的家有文堂的影响 读圣经 很认真 这么一个人 但是他很 但是他苏格兰人上午 前面讲过了英国人上午 一个人上午的精神 他在议会 要约授国王的权利 国王他不想受约授 然后他们之间就打仗 就打上来 这议会组成了议会军 国王叫保王派 叫保王派 保王派和议会军就开始打仗 议会军的领导人首先是长老会 是长老会 就改革这种长老会 就是那洛克斯那一派 他们不上场就打仗 谁上场打仗呢 独立派 就是约翰欧文 大家听说约翰欧文吧 他们所在的那个就是改革这种公理会的 这帮人呢 特别是克隆维尔的 他上场打仗 他慢慢的就变成他的领导了 把那个把英国的那个保王派军队给打败了 那么这支军队啊 特别有意思 每次打仗之前祷告 唱诗呢 只唱赞美诗 过了这种很严格的生活 所以就模范军 因为他很能打仗 也就是铁军 我就跟那个美成就提出了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 我推荐给大家看两本书 一个勇敢的赌国将 还叫做约翰班杨传 约翰班杨就属于 克隆维尔手下的一名士兵 是吗 约翰班杨原来 他是不姓教的 他是个讲脏话的 一个偷窃的 喜欢赌国的一个人 但是他是苏格兰人 苏格兰跟英格兰 是冤家 立场的正常打仗 本来他想投靠那个议会国王军 那国王军的鄙视他 他就投靠了那个什么呢 克隆维尔的军队 就意味着跟清教徒 但是清教徒 说实表面上是清教徒 那个时期 人刚叫十分之一的人 只有百分之五十 所谓清教徒 这百分之五十 而且他们打仗的过程 少少强虐 强奸难以 就是说 奸淫抢劫 这样的事情一样的发生 你不会以为是基督徒的军队 什么清教徒的军队 这历史上面我们很多的美国 我推荐大家看这两本书 约翰班尤有一次 在这个农村里头 他很无聊 他就看到了 那个士兵 英国的士兵 就是英国保皇军 就强奸一个女孩子 去追杀 然后约翰班尤就很勇敢 勇敢就把那个女的救下来了 救下来的女的很爱主 很爱主的是个姐妹 就带了两本书 一个就是一个是什么 关于什么走天路的生活 就跟这个约翰班尤传福音 约翰班尤就信主 就这样子 虽然班尤就是他这个女孩子 原来属于公理化 长老会的 长老会来 后来 布拉姆就是说 在读圣经方面 布拉姆他知识性很强 那个生命很弱 他就转到了独立会 就是公理会 改革人进行会去了 改革人进行会 就是约翰班尤就转会 转到那里去了 后来一直坐牢 所以你看他天路历程 天路历程写了 大家读过吗 天路历程 就这个社会背景 谁没想到 天路历程 有个问题 我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 都读过吗 天路历程 看过吗 看过 天路历程有过 为什么约翰班尤 里面的基督族走天路 他是一个人走 为什么不打脑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约翰班尤里头写的 那个基督徒走天路 他为什么是一个人走 而不是带着 一家人走天路 不带老婆孩子 是不是因为他没有结婚 当然有教会 刚才跟他有教会 他有教会讲道的人 怎么没有教会 总之我说的是 是不是因为他没有结婚 有结婚 他信也说就是个女 姐妹给他传的福音 刚才你是不是走神了 救了个女孩子 女孩子就变成他老婆了 那个他的妻子叫玛丽 后来玛丽死了 又娶了一个叫伊丽莎白的 对呀 对呀 我就没讲这个婚姻的 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他属于进行会背景的 进行会的缺少圣约的观念 中国家庭教会 大部分都是说 进行会的影响 他没有这个圣约的观念 没有一个契约精神 所以他走天路的时候 他是一个人走的 知道吗 他想天路历程 就是一个人 没有老婆孩子的 像我这种人 我走到哪里是老婆孩子 因为我是长老会背景 有个愉悦的观念 我一点带着我老婆 我每天带着家庭经办 我跟你们上课之前 我就给大家带着家庭经办 我不可能一个人走天路 我一点带着老婆孩子 知道吗 因为我是长老会背景的 我们读天路历程 我这种背景的读天路历程 读得很冷痛苦 因为我不可能 但是一个人走天路 他没有这个愉悦的观念 就是网号在讲 你看一下这两本书 《班洋传》和《勇敢的补国家》 你就了解 我已经看过《勇敢的补国家》 好几遍了 《班洋传》两本不一样 有那个有点美化 你看两本不一样 要互相补充一下 我讲的意思是说 你通过看这两本书了解英国革命 无论是清教徒还是圣工会的人 背景怎么 这宝皇派里头都没有那么干净 里面很多的龌龊的东西 真实的历史 人的生命在具体的环境下面 都不是天使 你开始是干嘛说 那么克隆维尔对英国有什么贡献呢 对英国的强大有什么贡献呢 一 他帮助议会两次打败了国王 同时苏格兰军队他支持议会 而是支持国王 也被克隆维尔给打败了 克隆维尔是个死干的清教徒 不是说每天在国度进入里面 他很能干的 他的部队整是在祷告和赞美当中 冲向敌军 英勇善战 不屈不劳 而这些人就来自于普通的英国人 并不是说他们有 练过多少武就普通的英国人 最后英国走向法治 王在法以下 你别解释这句话讲起来很清楚 王凭什么在法以下 权力为什么能够关在龙子里 你把他脑袋切下来就够了 这里都是通过战争解决问题 英国就是通过战争解决问题 王在法以下 法在王以上 你知道吗 这里有成战争的 我觉得这是克隆维尔指挥的战争 英国王家军这个油画 艾兰呢 后来艾兰艾兰就是天主教国家 天主教国家来勾结英国王权 就反对这个什么清教徒运动 克隆维尔又过去了把艾兰打 当然这个里头有个大屠杀 这个没那么干净了 把你打败了就是打败了 克隆维尔的军队攻打这个 艾兰的时候 艾兰的手机在独布林 最少杀掉3500个 就直接屠杀掉 男女老是全部屠杀掉 那这不是很客气的 这样子就把艾兰给打败的 所以艾兰为什么才英国独立 其实他历史上没有伤痛 别人在你们家搞个大屠杀 你还愿意跟他在一起 这可能我也尽力了 他是个军事 他是追求民主 追求这个宪政 但实际过程上他是军事屠杀者 他有人说他统治了 他个人又是个很温和的人 他个人也是个很温和很宽厚的人 他也是个才干杰出刺杀风云的军事将领 这个不矛盾 他本人但人很宽厚 但是政治上面他又是个独裁者 他是军事方面 是个杰出的将军 就像大卫一样的 但是他同时也是个尽情的亲交统 都是他 他帮助英国建立了一个统一的现代军队 以前的军队 不管是中国的还是欧洲的军队 每一个军队 每一个将领的你想怎么治理 按照你的方法去治理 但是自从克隆威尔以后 英国的军队 统一的军府 统一的纪律 统一的编制 统一的管理方法 打仗之前 祷告 唱诗 然后了 激励严明 战斗热情很高 英国人就是清教的为什么上午 其实跟英国人的传统有关系 就这么回事 他建立了就是说人类的现代化军队 当然以前也有军队 但不是现代化 每一个将军 每一个元帅 他按照他自己的方式 自立军队 今天国家打赢了就打赢了 第五一个 这个克隆威尔以后 他帮助英国人的广泛的实验海军 我们前面讲过 英国人重视海军 因为他受过什么 欺负 受过那个海盗 那个维基人的欺负 他正是海军 然后他本身也是个商业国家 他需要原因 那么海军的广泛使用 在现代战争当中 重视使用 是从克隆威也开始的 克隆威也依靠海军的力量 把整个英国三岛给统一起来 他打败了荷兰 在议会制定的航海法 成为现代国际贸易的新规则 国际贸易 我也不讲到什么 然后还跟英国跟西班牙打仗 把西班牙给打败 中国英国就统治了大西洋 这个海军 我们国家海军 其实是习近平开始 才正式海军 之前毛泽东时候 想重视没有人 其实我们不是造了四艘航空母舰吗 海军的广泛使用 英国是从克隆威也才开始 我们讲英国为什么成为世界强国 就从克隆威也这个时候开始 克隆威也什么失败呢 克隆威也是独立改革中教会公理会的 他的属于末世是约翰欧文 大家看到约翰欧文有个传记 有个有本名著 叫圣灵论 圣灵的公著的圣灵论 他是主张君主立宪的 他是长老会的 他那支军队里头 有一部分是长老会的信徒 那长老会信徒主张什么 但是长老会的信徒主张什么 长老字嘛 长老字就是共和字 就反对君主立宪 那怎么办呢 克隆威也就这么了 没有办法 就是把那个查理医生定死以后 他实际上叫护国公 护国公是个临死的办法 他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办 英国搞共和制 还是虚军共和 虚军共和的话内部有反对 长老会都有反对 他为了跟他们 习已经统一起来 他就自己做护国公 实际上就相当于一个独裁者 这是英国的政治体制方面 成了一种徘徊 他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办 后来跟议会之间产生矛盾 那个 克隆威觉得自己讲的话 我是代表上帝讲话 你意会的 因为克隆威本身很近情 喜欢读圣经 他就把他自己的心意 当做上帝的心意 别人就受不了了 那你现在国王 查理医师是很坏和很讨厌 但是你这样子 查理医师都不敢说自己代表上帝 你敢说你自己代表上帝吗 然后呢 克隆威也跟议会之间产生矛盾 把议会给解散 你以前更专制了嘛 对不对 但是克隆威也有一点 别人要希望他当国王 不行 他坚决不当国王 对吧 英国人不当国王 你们说华盛顿 其实这个有历史传承的 我们前面讲过 那个宗教 那个东罗马帝国 罗马帝国时期有个国王 叫什么军师但丁 军师但丁开会的时候 他也住在旁边 军师但丁就在旁边 教会开会在旁边看 后来华盛顿一学这个点 克隆威也拒绝住国王 不是从华盛顿开始 克隆威也就是这样做的 华盛顿不过是学克隆威也的 我们今天很喜欢高举华盛顿 你看看是佩健的圣人 明明可以当国王 他不当国王 当两人政策就不当 克隆威也就是这样 高度的自律 我就不能够当国王 我要追求 我怎么能自己当国王呢 他不当 一直到死都没有 就是克隆威 这个很复杂的一个人 因为克隆威不是个按理论来生活 他是很务实的人 大多时候圣国就倒霉了 因为他们是清教徒 那么清教徒就按照清教徒的方式 来治理因果教会 那种天主教会的教堂 全部来打不准过圣诞节 不准过圣诞节 你们教会会堂上 有很多玻璃 彩色玻璃 从中都砸碎 默克的十字架干掉 过程了圣诺的雕像 没有 还整个做这种金属 不是基督教喜欢高兴礼物了吗 全部融化 做子弹 静止打牌 静止看戏 戏是让人堕落的 前段时间你上我的历史课 我给大家看了那个英国的纪录片 看到没有 也就是默示公开反对戏剧 因为戏剧败败了英国人的良心 就男男女女 在楼楼楼包包 你干什么 自准唱赞美识 这种情价途受得了 请问别的人受得了 星期天自准敬拜神 你读那个马里逊的传记 大家读过马里逊的传记 和利文斯顿的传记 你们读过马里逊的传记吗 还有利文斯顿 深入非洲三万里 那本书你看了没有 那本书我读过 那么星期天干什么事情 利文斯顿星期天干什么事情 也没有去打球 也没有去购物 没这回事 英国实行清教头法 是没这回事 利文斯顿属于改革中教会的 他觉得星期天 敬拜完了以后 爸爸忙忙着带着额女去散步 就去看一花草 光彩大智能 所以利文斯顿的野外生活 很感兴趣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他星期天不干别的事 就是这么回事 这种生活清教徒的生活 为什么说清教徒在英国失败了 就这个原因 这是原言之一 就是说大多数人 不能过清教徒生活 这少数人 你克隆我也可以这么做 你约翰欧文可以做 你利文斯顿可以做 你马里逊家子可以做 那别人能这么做吗 别人受得了吗 你肖地心家可以这么做 我的我教会就 那老师拉我去聚会 拉我去吃喝玩乐 我很讨厌 那我可以这么做 我能够要求别人这个跟我一样吗 我星期天不打球 别人能受得了吗 我问大家 别人受得了吗 我问我用这个命令 如果命令你们家 你们家受得了吗 同学们 这一天不准开心 把戏剧关了 把电脑关了 不准打牌 自动上战美式 你们家所有的 十字架金属全部都融化 也许像死掉 你受得了吗 你不要说一几百年前的英国 你受得了吗 受不了 你受不了 所以我这里要求我自己这么做 对不对 我要过清教徒的生活 我这里要求我自己这么做 但是现在谁做老大 柯仁威也做老大 他要求说英国人这么多 英国人受得了吗 受不了了 就反对他 所以柯仁威也死的时候 有一个人评论柯仁威也死 我见过最快乐的赵礼 除了狗以外 没有一个人在哭泣 就是柯仁威也死得好 大家都讨厌他 因为他生活方式太严乱 太严乱受不了 清教徒真的是 那个吹毛求 清教徒在英语里头 就是吹毛求疵的人 清教徒不是个好 我们中文是个好 一位清啊 清凉清凉的啊 很纯正的 在英语里头 就是吹毛求疵的人 柯仁威也就是吹毛求疵的人 讨厌他 所以清教徒运动在英国失败了 英国最好一个清教徒是谁呢 是马泰亨利 是吗 马泰亨利 其他清教徒往哪里去 往美国跑 跑到美国去了 受不了英国 我们想过清教徒生活 我们怎么样呢 说山上之城 就往那里去 英国待不下去了 就往哪里去 往哪里去 你们说 往哪里跑 美国 美国跑 受不了 我们今天就先讲英国革命 讲到这里 顺便把清教徒带出来了 英国就这么回事 大家也没什么疑问 还杀人的事情 这个历史就是这样的 你不能说清教徒都是满目慈祥 每天都是恩啊爱啊 杀人的 金属怎么制造子弹 我听不懂啊 你说什么 金属怎么制造子弹 金属怎么制造子弹 我听懂 金属他把它融化嘛 那个是采矿也不发达 不像景庭一样 金属是很稀罕的东西 把这些教堂里头的这些金属东西 把它融化 然后造子弹 这样的 融化 我们把那个页面翻到启蒙主义来 我想把它结一下 这里啊 好了谢谢老师 那我们做结束祷告 没有别的事情的 我们在天上的父神 就帮助我们思考 在各种历史处境下面 人并不是那么完美的 即便所谓清教徒 他们屠杀爱兰的时候 他们也杀到了三千五百个人 已经屠杀 即便是英国内战的时候 他们的军队已强奸杀害自己的同胞 主啊 我们人类都是罪人 没有嫉妒的宝血 任何标榜信仰存证的人 都不可能得救 天父求求联名和帮助 使我们明白是非 明白对错 知道我们在现实当中如何走天路 我们过尽情的生活 只能严格的要求自己 也不能因法律 或者说军事的防断 要求别人 主啊 我们愿意定十字架 但是不能够捆绑别人 跟我们一起定十字架 主啊 你带来我们 正如你在历史上所做的一样 跟主开启我们同学的心 去思考这些问题 把那作业都完成 祷告奉奉奉奉奉奉耶稣基督的英雄 就能够除了 我都迟定了 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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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时间